刘萍苑的英文教室知识阅读篇第13集 认识中国 现在又是一个YouTube频道 大部分是讲英文的 继续看下去 你要从前面123往下看 这样比较好 Under the Ming Dynasty, China enjoyed another golden age 发展了一名最强的军事在世界上 和一名最强的经济 遇到一个艺术和文化 在这一刻 Admiral Jane Hay led the Ming Tregers 到处于印第湾,到处于南非洲 这个是维基版科,就是介绍中国 第一个是介绍美国 所以他100克他的可信度比较高 真实性比较高 那当然呢 除了我们这边讲英文以外 讲成中文以外 让大家了解意思以外 那我们也会加一些 就在我个人的经验范围 知识范围以内 会做一些补充 就是在明朝呢 在明朝统治之下呢 中国呢 享受到了另外一个黄金时代 国泰民安的意思 Developing发展出了 世界最强的海军之一 因为那时候西方也有嘛 西班牙也很强嘛 葡萄牙海军 再来后来是英国的海军 那时候西班牙最强的 无敌舰队 船很大 但是后来败给了的英国 那时候海军 海军上将以后 海权就变成英国 所以中国这时候海军也强 所以最强的海军 然后呢 他也有中国也 那个rich 这个也开始有钱了 prosperous 经济也开始 这个是繁荣的意思 经济繁荣 形容词繁荣的经济 这个flourishing 就是像以后生存的很兴盛的 就是艺术 还有文化 这各方面 这各方面都有 这个国泰民安嘛 各方面都有发展政治啊 经济啊 军事啊 文化啊 艺术啊 教育这些 所以国家安定强的时候 这些都发展 国家弱了 打仗了 什么都不行 就是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这边是海军上将 郑和 那我们说郑和呢 就是 派那个名称主 派他啊 七次 郑和下西洋 就郑和 这边英文说 他是海军上将 那 官也很大 不然不会带 带那么多 所以那个 这个船队很大 这个 他叫宝船嘛 所以这边是 treasure 他那个叫宝船 他是旗舰啊 那么七次下去 不一定啊 比如说 有些时候 他的那个 主力舰啊 就是上面可以再上千人的 那就是七八艘啊 啊 下面还有很多那个船啊 就是 运兵的啦 什么补给的啦 作战的 一堆 还有那个有些 马的啦啊 他的宝船呢 大船呢 有七八艘 上面都可以上千人 就很大 所以那时候 造船工艺 造船工艺 这个 很发达 那你说 奇怪 他一出去都是上百艘啊 几百艘以上啊 那怎么联络呢 那时候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网络啊 没有电子啊 没有电报啊 他们用旗 用旗子啊 当然也可以用烟火 就是用旗 旗子啊 旗可以打暗号 那时候晚上看不到呢 晚上呢 那就是点火啊 用火啊 用火的方式 火光的方式 打暗号啊 就是传递讯号 就重要了 没事不会弄那个嘛 就是啊 比如说哎 我们路走歪啦 或者说 哎呀 我请那个哪一个 宗将 请哪个上将啊 这个郑和 请你过来谈一下啊 或者有什么爱 请弄一点粮食过来吧 就是打旗号 白天打旗号 晚上打灯火啊 那然后那个 怎么导航呢 看星星啊 看星星啊 啊 这些那都是帆船啊 有风的时候就是帆船嘛 啊 没没风的时候啊 或风不对的时候就摇奖啊 这样啊 他到了这个印度洋啊 他是从那个泉州那边啊 福建那边泉州下去 先到印度洋 他最远到了啊 到了东非啊 到了东非啊 那为什么都没有到欧洲吗 因为是海陆嘛 所以都没有到欧洲 而且一路上就换就是换东西嘛啊 就是他带了很多东西去 比如到印度 到东南亚啊 这个给你换 我给你换香料 我可能给你那个食指品啊 我给你中国的钱啊 中国的瓷器啊 就换换东西 贸易啊 然后当然有传说他是找那个啊 当中讲法啊 也不一定靠得住 他怎么跑那么远去 就算真的跑出去 你找得到吗 所在水平的产币 在未经济之后 在的话 在东南亚的元巳是英国的元朝银 哥在南亨 千年车 大外观 用了其他东西 在大量的元朝银 中文有三十个个比赛 公司 在常向文世纪 商唯将文国的元族 的经历 到非典位 这边就是在明朝的呢 早期的时候 统治早期的时候 这中国的capital 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首都 一个是资金 所以资本主叫capitalism 这边是首都 中国的首都 我们要看上下文 中国的首都 从南京 那时候叫金陵 南京六朝金粉 六朝首都 当时实际上 好像十几朝吧 就是名字都不一样 有这个健康 南京 有金陵 一大堆名字 各个朝代名字不一样 这个移往北京 为什么呢 因为朱元璋 明探署 他定都南京 南京后来叫 叫什么顺天府 樱天府 然后呢 移到北京 明城主就移到北京 所以现在那个紫禁城 就是明城主建的 紫禁城 禁城吗 不准人进去吗 为什么紫色 因为中国黄色 黄金色当高 可是紫气 紫气东来 紫其实是最高的 比黄还要 比黄金还要更高 紫色的 所以叫紫色的 叫紫禁城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故宫 然后 北京就是发芽了 就是 就是开始 兴盛了 开始冒出头了 就是开始资本主义 开始兴盛了 那有一些哲学家呢 像是大哲学家 大儒 王耀明 很有名 王耀明 他进一步呢 critic就是批评了 批判了 还有扩张 就一面批判 一面又 又这个宣扬 又扩张了 就改革了 改革了 就是新的 新的这个儒家主义 儒学 创立新儒学 就是一方面有批判 就改良了 然后concept 就是他有一些概念 concept 有一些主张 一些观念 就是个人主义 强调个人主义 因为那个 旧的儒家呢 忠心爱国 牺牲自己 而且王耀明 他 当然 他也是儒家 他不能把儒家丢掉 变成法家 变成道家 不是 他也是儒家 因为以前是只有儒家 改良 就是强调个人主义 比较接近现代人的想法 还有平等 平等 就是众生平等 当然还不到说男女平等 因为以前就看不起女人 国销交易大队 就是这个 有钱没钱 各个接触 平等 然后 这边你看 那是四大 occupation是行业 那四大行业呢 市 农 工商 以前市 当官 第一个 农 农 农服地位不高 那居然排第二个 工 他们做工业的 跟做商业的 还摆在后面 所以说商人 众议 清别离 看不起做生意的 市农工商 我们现在是 现在商很大 工业好 台积电 这个 比尔盖茨 网路行贵 摆第一位 比这个政治人物 还棒 有钱 以前不是 市农工商 商摆在最后面 所以这个 市道行业 叫平等 以前不平等 以前看不起做生意 然后呢 这个 世代 我们叫 斯大夫阶级 就是 这个 学院派 就是有学问的 他又当官 因为以前科学时代 你当官 一定要考试 也没有考数学 物理花学 就是给你一个题目 从那个 世俗 这个 伦云末子 大学中央 再一句出来 叫你发挥 那你要说 这个题目 我没看过 这就干嘛 那完蛋了 九十一生 明年再来 那你看过 赶快写啊 这个 以前那个字 写很漂亮 你去看到 以前那个 什么状元啊 什么这个 在博物院啊 国务博物院里面 哇 迎头小凯 那个字写得 跟他印刷一样 太漂亮了 那不是写几十个字啊 写几千个字 好漂亮 那个状元 那个写的字 非常漂亮 那斯大夫阶级 变成一个 Sporting Ford 变成一个 很有支撑的力量 对于那个 工业 还有贸易 因为这当官嘛 知识笨就当官嘛 然后那个 然后这个 他们那个时候 发生了一个税 政府的税抽很重 那时候 发动了很大的一个运动 就是抗税 老百姓也受不了 抗税 受不了 发生了一个大运动 然后呢 Witch 不只是这个 这个这个 抗议这个税太高 那个 税太重 Together 还有呢 发生了饥荒 Faming 还不够 刚上开发 还有Defense 还有呢 Defense 跟谁打仗呢 去对抗谁呢 去抵抗谁呢 抵抗日本入侵 Korea 韩国 那时候没有 没有叫韩国啦 就高黎呀 辛罗啦 百姬呀 那些 就是 就是高黎 以前叫高黎 后来才叫 大民国 叫韩国 叫南北韩 日本侵略 可是 那是关中国屁事啊 关中国半毛钱关系 因为 中国 因为中国是 韩国的朝鲜 那叫朝鲜 的宗主国 朝鲜是中国的保护国 你日本倭寇 戳尔小国 动到了我的保护国 那我这个做爸爸啦 做干爹啦 要出马 就打仗 打仗就花钱 死人 然后呢 曼确就是 女真人啊 就满清人啊 你们要好好吃啊 他们呢 也开始 因为那个 为什么都古代的 从匈奴啊 到现在这个满清啊 为什么 老是要找汉人麻烦 因为天寒地冻啊 也不能种植啊 肉啊 也没冰箱啊 就是没东西吃啊 物质很少啊 一看到关内 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 万里长 要抵抗他 如果他越过了万里长 打见 哇 你们能吃得好啊 穿得好啊 这个各种物品都 所以 他是因为生活的关系 经济的关系 必须要打 所以满洲开始入侵 入侵这个关内 然后这些因素呢 你看 抗税 饥荒 这个 这个日本打价 日本打仗 还有满洲入侵 就exhausted 就是把什么耗尽呢 把他的treasury 国库 就这百是财政 百是金融 百是钱的意思 就让国库空虚掉 从1644 在1644 Beijing被益 被担拘捕 被一个 coalition 或是民族 的勞力 led by 李治杰 李治杰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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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ubsequently seized control of Beijing, which became the new capital of the Qing dynasty. 历朝历代改朝换代,明朝气处已尽,改朝换代 到了1644年北京本来明朝建国建都是在南京,明城主改到北京,建了紫庆城 1644年北京呢,capture,沦陷了,capture被抓住嘛,就沦陷了 by a coalition,这是联盟的意思,就是呢,一个农民,农民起义 Rebel就是反叛啊,叛徒啊,反抗军啊,就是被农民起义被李志成很会打仗,这个很厉害 coalition,就是他跟那个满清,也不是满清啊,就是联盟啊,就是农民的 农民的联盟啊,农民的起义军啊,盟军啊,这个由李志成带领 那然后呢,把首都拿下那还得了,那为什么农民可以起义成功? 没饭吃啊,这个天灾人祸啊,所以中国历朝历代,老百姓中国人是很顺的 他只要有一口饭吃,他绝对不会,不会,不会,不会革命啊 那你说那中国历朝历代,不是一天到晚革命吗?那没饭吃啊,对了 我不革命,我也是要饿死啊,我去革命,九死一生,可是还有一生啊,拼了 我赢的话,哇,这个我,他说,所以那个一革命,一打到官府,哇,烧杀掳掠,把那个粮仓打开,这个把那金融珠宝全部分,我还有拼一下,还有机会 我不革命的话,天灾人祸死啊,所以以前很惨啊,一子而死啊,还是吃到,吃人啊 小孩子,我不忍心吃,我的小孩子跟你小孩子换,太太也杀了,也吃了,为什么? 那我不吃树皮,树皮都吃完了,没办法,所以这个革命,然后昏君嘛 所以,所以崇祯,所以很多时候昏君,为什么昏君呢?他自己觉得自己很勤证啊,为什么?他生性多疑 他换了四五十个宰相,那还得了,这个一个当皇帝能换两三个就不错,四五个就很多了,换了四五十个,为什么?都不信任 本来大将熊廷屁,原从坏,很会打他,也被他那个叫回来,临时处宰了,谁都不信任,又很容易送重反戒纪,所以是昏君嘛 都不信任嘛,只信任自己嘛,那哪行啊,全世界都不行,就你行 灭过了,所以吊死在那个老脖子树下,吊死在那个皇宫附近,一个那个 眉山,旁边一个叫眉山,吊死了,所以这崇祯皇帝呢 自杀了,所以有的小说就写啊 他一个女儿啊,他用宝剑啊,把女儿那个斩掉了 变成五眉尸台了,断了,他是穿越了,穿越了,这个是穿越了 所以很多小说,电影是,你要相信就没办法,就没办法 这个,这个,没办法,这个,后宫甄嬛传,你要去相信,那也没办法 金庸的小说,你要相信,那就,那就无言了,没办法 这个城市,首都就陷落了,这满宗呢,就是清,清朝呢 安娜就联合,联合了,明朝的一个将军叫吴三桂 后来封为平溪王,吴三桂 当然还有,还有其他的啦,还有联合其他的啦 这个吴三桂是比较大的 冲冠一怒,魏红烟,就传说呢 他的爱切成员员 还有爸爸,被那个李志成抓到了啦 这当然,这也是传说啦 你那么大的将军哪里说,为了一个爱切被抓走 然后你就冲歪一怒,为宏烟,把三桂关打开 这个也是穿越了,这很多历史 这个,历史就是历史 传说就传说,也死就也死 那最,最等的下子就是小说哦 啊,电视剧,哇,那没办法 真是,没办法看 看了以后,又生气,没办法 大家都相信 他那个推翻了 李志成的,很短命的一个大舜 叫舜,舜利的舜 大舜的一个皇帝,王朝 为什么呢 本来打不过啊,吴三桂打不过啊 农民很会打啊,吴三桂军队有些 结果,山海关一打开 因为他这个,老外他没有办法写那么细啦 所以冲冠一怒红颜 结果打开,山海关 哇,这个清军进来 这个清军跟吴三桂一连锁 这个李志成就没办法啦 打不过啊 他打吴三桂打得过啊 那,光是打那个皇太极可能打得过啊 他两个联手起来就双拳难敌尸手 打不过,跑掉了 后来到处流传,就死得很惨 死得很惨 然后随后,subsequently 随后呢 就是那个清朝呢 就夺下了北京城 这个北京城的这关系代名词嘛 就是,北京城就变成清朝的首都 清朝的首都 A late emperor 因为他这个前面是总论跳得很快啊 马上又跳 啊,那个清朝变最后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了 被谁干掉了 被革命的先行者 台湾叫国父,孙中山干掉了 The Qing dynasty which lasted from 1644 until 1912 was the last emperor dynasty of China its conquest at the Ming cost 25 million lives and the economy of China shrank drastically After the southern Ming ended the further conquest of Zanggur Kendi anded Mongolia, Tibet and Xinjiang to the empire 啊 就是,这边很快就是 讲到清朝了 这清朝呢 它持续了1640到1912 啊 268年 啊 那你说清朝 满清十三王王朝 可是你去算一算 那只有十二个皇帝啊 所以有人说 都尔滚也算一朝 啊,当然有人 那个比较不可靠 就是说,慈禧也算一朝 应该是都尔滚也算一朝 啊,就是十二个皇帝 又多管没称帝吗 摄政王吗 慈禧也没有称帝啊 武则天他有称帝啊 十三朝,十二个皇帝 啊,从那个皇太极开始算起 算到溥义 怎么算来算去十二个 那怎么叫十三王朝 十二个皇帝 十三个朝代 十三个老大 其中一个没有称帝 但是中国最后一个朝代 皇朝 Dynasty 一般也有念Dynasty 我们一般念Dynasty 啊,因为他那个征服了 打败了这个明朝呢 啊,明朝一六一八到 啊,这个到明朝不是这么短啊 就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啊 明朝也好像三百多年嘛 啊,结果牺牲掉了 造成多少人死掉了 啊,2500万人死掉了 啊,战争嘛 还有经济 中国经济 Shrank就是快速萎缩 Shrank本来我们说这个 天气冷嘛 就是缩起来 缩起来 发抖 就缩起来 缩水了 Dynasty很剧烈的 啊,经济大幅萎 所以说 啊,在这个南明 我们说 南明就是明朝末年了 南明 南方的明朝 南明 他后来跑到 跑到那个 往南走了 啊,当这个南明结束了 啊,明朝 啊,就是最后了 啊,没办法 那个崇祯啊 啊,自杀了 没办法 然后呢 这个明朝结束 然后呢 这边是清朝 所以这个写的不清楚啊 就清朝 统治了什么 击败了什么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鬼东西啊 啊,这个D不发音啊 Zunger Kente 那是什么意思啊 准格尔 准格尔的什么 Kente什么 准格尔 准格尔 康熙啊 御驾清真 这个 什么康熙王朝啊 他扛熙大帝 里面那个连续剧都演 所以 有些连续还可以啊 雍正王朝 我觉得还可以信得多一点啊 当然 有些也是穿越 像乌世道哪里是那个 跟那个雍正啊 他根本不认识雍正啊 所以这个也是 所以这个连续剧 全部假的还好 这半真半假就很讨厌 乌世道跟我不认识啊 而且乌世道里面好像年纪还比崇祯大 实际上也比崇祯年轻 乌世道真的有这个人啊 就很多还是假的 没办法 小说嘛 这个班上班上电视剧 所以电视剧 历史剧有个五成六成 是真的就不错了 不可能全部是真的 全部真的就是纪录片嘛 当然又有一些是 就是 他如果一开始写说 我完全照史诗改编 那种就可能好一点 他那个征服了准哥 也合并了蒙古 蒙古 把蒙古收服了 其实那个 因为清朝跟蒙古就亲家了 所以那个你看 这个有很多都亲戚了 所以那个很多的正式的政府文告 一定要 一定要这个满文 汉文 蒙古文 这三个一定要 那有的 有的在家 变成五种 有的是什么 西藏文啊 什么 最多有五种 真实文告 至少三种 汉文 满文 蒙古文 然后西藏 西藏这边也拿下来 还有新疆 所以为什么叫新疆呢 因为这个大疆 左宗棠 曾仆 新疆 没法取名字 那边叫维吾尔人 你不能叫维吾尔神 这很奇怪 所以叫新的疆域 所以叫新疆 所以中国神都有名字 为什么叫云呢 云岭之南 是吧 都有名字 山西 太杭山 乙西 太秦山 乙西 山东山西 湖南 湖北 东庆湖 北方南方 这都有名字 这些都有名字 啊 The centralized autocracy was strengthened to crackdown on anti-Qing sentiment with the policy of valuing agriculture and straining commerce the hygiene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as represented by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causing social and technological stagnation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dynasty experienced Western imperialism in open wars with Britain and France 啊 因为 清朝统治以后 他要中央集权 因为他是外族 他必须要高压 啊 所以一开始是中央的 啊 啊 谁就专制的啊 中央集权 啊 进一步的啊 大击的crack 就是打破 大击啊 镇压 这个反清的啊 一些情绪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 那个剧啊 小说什么东西 都是一开始 哇这很多 满清进来以后 很多这个 红西关啊 什么东西啊 就开始啊 这个抵抗 清军就排清军啊 这个将军啊 这个就是镇压 啊 所以一开始是这样子 因为营业嘛 然后当初还有是留法不留头 留头不留法 因为满清人头发 大家都知道嘛 那很多汉人都开玩笑 我留到头发 留法不留头 留头不留法 然后呢 啊 还有他采取一些政策呢 就是vailing 就是开始重视啊 重视这个农业 啊 但是重视农业 但是restraint 就是压抑 压抑商业 然后比如说什么呢 压抑商业海经 海经什么意思啊 啊 他说Sea Ban 就是海上的封锁 海经 那说为什么 怎么突然跑一个海经呢 这跟郑成功有关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一开始郑成功就是逃到台湾啊 啊台湾啊 那可是 为什么海经呢 因为郑成功常常会 他的部将啊 他的军队啊 会跑到沿海啊 因为沿海不一定全部都有守军啊 守军可能这个点那个点 一个地方没有守军 就跟老百姓换东西 因为你说台湾没力之导啊 那时候不是 很多东西没有 所以就是来这边 比如说用钱来跟你 这个沿海地区换 换食物啊 换牲畜啊 换衣服 换什么 就清朝说 不行 哇那这样子 郑成功到这个 沙尔小岛 这个 台湾鸟不成蛋 他居然常常跑到沿海来换东西 换米粮换什么 不行 他就把他养大了 海境 什么叫海境 所有的沿海渔民不得出去捕鱼 哇 厉害 然后呢 所有住海边 全部往内路退 比如三十里 五十里 其实不准住海边 那你 那你那个郑成功人一怪 哦怎么海滩上没人啊 一进去村庄也没人啊 哇要进去几十里啊 哇那太累了 这是海境 然后一个 ideological 一种意识形态的啊 控制 那什么东西呢 represented 就是以什么代表性呢 literary inquisition 什么东西呢 啊 就是literary 就是文学的 inquisition 本来是审问的意思 什么东西啊 就是文字欲 文字欲 啊 就是说你不能写说什么啊 暗示说这个 明朝很好啊 郑成功很好啊 清朝不好 外族人士抓起来 清的话关起来 重的话砍头 朱三族 朱六族 朱九族 最多创纪录是明朝方校朱始族 连学生都一起 朱始族 一般是朱三族 从清朝开始就 叫夷三族 夷就是东夷的夷 夷就杀掉的意思 然后它造成了社会跟那个 科技方面的一个停滞 因为海境嘛 因为那个 这个思想控制吗 文字欲吗 意志商业吗 等等啊 所以 开始停滞 停滞下来 那其实清朝本来很强的 康熙也不错 雍正非常勤政 所以雍正是被低估了 所以雍正王朝那一步 等一次要替他平反 为什么用政治好呢 因为第一个 你看故宫博物院 他一辈子批啊 批揍者 他批了这个一千多万字 如果皇帝不清真 你说你一辈子 他又才十几年 二十年都不到 十几年 二十年不到 可以批 光是批揍者批了一千多万字 那这不是假的 故宫博物院上面真的有 但是延续区上面 还在乱演 不是说他没有批 而是说 他批是迎头小凯 都写很小的字 然后你看 那个剧里面 哪一字至少是中凯 那个笔蛮大的 那就太穿越了 而且巫师道写的字超难看 那师爷嘛 有学问 怎么写的字 什么八大王大王八 写的这么难看 这小学生写的比较好看 这有些地方是 细节没注意到 到了这个 但是 那个 用 那个 乾隆 断在乾隆的手里 唐朝就断在这个 唐明皇 这个 唐玄宗 李隆基的手上 那为什么呢 不跟外国往来 索国啊 所以国家就知道 索国就完蛋了 到这个十九世纪呢 为什么索国 因为你不肯下跪啊 就为了这个事情 不肯下跪 下跪 我不跟你西方往来 所以这个 这个乾隆是很糟糕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呢 这个清朝呢 经历过了 经历到完蛋了 这个国家完蛋了 所以 乾隆一死 完蛋了 家庆开始 开始就 这个国运走下坡 还有那个 和珅的问题 这个和珅跌倒 家庆死亡 这个 他家这个和珅 家里钱 后来这个例子上去 抄家 说哇 居然家里啊 也不是光是家里啊 就包括房地产啊 就反正他们 从他家里啊 从哪里啊 全部抄出来了 房地产 而比国库还多 那这个国家会强嘛 完蛋了 这清朝就经历到了 帝国主义 在这个鸦片战争 完了 鸦片战争 这个 英国人卖鸦片 结果林哲学那边虎门烧鸦片 英国人不高兴 打了 所以这英国很丢人啊 你是卖鸦片啊 那我们说中国 中国官方说 我不我不许老百姓抽 我不想买 不行 那我 那我宣布非法 我法令禁止 然后抓到走私 我烧掉 不行打 所以英国人也很丢人啊 所以英国人祖宗很丢人啊 人家不 不吸你压怨不行 然后 政府宣布 他是违禁品 烧掉没收 也不行 而你要打他 所以这个也是恶霸 然后就是跟英国法国 鸦片战争 打不过啊 打不过啊 人家船舰炮力啊 打不过啊 那个 满旗那时候有枪啊 可是枪 没有英国法国来得好 而且那个 他炮也很厉害啊 最大输啊 这集先讲到这里